好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台电的亏损 现在政院还要砸千亿元来救台电 难道又是为着选情吗 因为现在这个拍板 政院拍板说电价延你不涨 所以将拿一千亿来增资台电 陈建仁表示说 预估今年底电价都不会调涨 但是选后会不会涨呢 国民党说应该选后就一定会涨 不然这些台电的亏损 黑洞钱到底要从哪里来 还是要全民买单 只是现在不要影响到他们的选情 现在看起来 2030年的绿电非常的抢手 需求高达318亿度电 这是经济部最新的一个调查 所以台湾的企业对于绿电的需求 是越来越高 年增大概60亿度电 2040年的时候更是上开1000亿度电 所以当然现在做绿电的 就是行情看俏 你看这个需求量只会用这种倍增的方式 10年可以倍增个三倍 那这样看起来 这个绿电里面或是光电里面的弊案 这个吴子佳董事长讲说 外资啊 露气啊 其实全都卷入了 赖金灵只是个小咖而已 问题是有的外资呢 合作了找几个年轻的外资 赚了钱之后 又抖内给你新潮流 一种是这个基金集团用赖当人头董事长 然后呢拿到光电的资金之后 另外一种钱是去承包台电的工程 A工程款 那个可以凶悍啊 他说民进党不是台独吗 结果你们合作的案子 在台电里面用的 可是宁德时代的设备啊 这挺讽刺的喔 就是你们明明就是在那边抗中保台 但是用的却是宁德时代啊 那另外我们看黄国昌在这个网路节目里面讲到 王美花实在是对于这种这个绿营的权贵 以民股介入台延的绿能 实在是无能为力 因为这些台延的绿能找来几个民股 大概只有持6%到8%的成分股份 那最后这些人都是跟民进党关系不错的绿营权贵 甚至拿到了这个嘉义啊 义竹的余电共生的暗场 那郭再卿搞出个卢渣案 后来这个卢渣地也被阴系的这个蔡清旭 拿去搞光电 那蔡清旭也是台延的绿能名股之一啊 那当时呢 郭再卿表示光电弊案跟自己无关 可是你看台南地检署却在他家中 就搜出了好几份的光电案合约 明明无关 可是合约却板在你家 那是说得过去吗 那所以你看看 这个绿能 看起来跟这个民进党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那到底会不会变成民进党破口呢 你现在看赖清的制度还是那么高啊 你看这个屏东这边有居民北上在城勤 那屏东的声音需要发出来 他们说这些光电的施工 砍山啊 挖山砍树重垫啊 大肆在破坏石头营的生态环境跟文化资产 所以他们举了口号讲什么 谦卑谦卑再谦卑 这个谦卑是代表说 已经这个悲哀到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有千万个碑吧 那他们说我们南部的女儿蔡英文请救救我们啊 不要让我们活在这种高污染的环境 那你蔡政府不能只护财团啊 你应该要听到我们的哀嚎才对 那我们看这石头营的自救会的会长呢 他说绿能 你们原本主打的是说友善环境 才叫做绿能嘛 这样的一个初衷 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破坏环境的元凶 那你民地党的高层 这个在台面上面 说看见台湾 看了非常的感动 那结果呢 你们却是在破坏台湾的人 你们制定的这些光电政策 都是在破坏台湾 然后也是你们在赚钱的呀 所以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看见台湾只是一个样子而已吗 还是说他们看见的是台湾的钱呢 台湾这个新台币呢 那我们看这个光电 现在清洗良田 吴米勒也是一个电影名称 那现在人家想说 会不会真的变成吴米勒 那个勒变成勒了 因为很多的这种 原本是要种田的 种稻米的一些良田 在台南后壁这边地区 很多地主收到光电业者 发出合作意向书 他们向业者寄出非常诱人的租金 有些地主就真的是很心动 所以会不会将来 我们真的台湾就没有米了呢 这些原本要来种稻米的 这些种稻米的一些田地 慢慢都变成了这种光电板 而且可能会这个 后患无穷污染很多 所以绿能的破口 下一个卫报弹 人家讲说 因为这个 现在民进党算不满 这个绿能产业被污名化 但是你看 云报长期支援 民进党跟民进党的一些 政治人物大笔现金 这些政治现金 是难以忽略的事实 绿能的利益矛盾 在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 就已经浮上台面 已经引爆很多 这种南部原本是 民进党铁票仓的人 非常的不满 这些支持者开始有一些 不满的声音 跟倒戈的声音出现 所以赖清德 民调虽然领先 但是不少资深的立委担心 这国会的恐怕要过半 不是那么容易 台南的效应 万一出来的话 就会影响到 这个立委的选举 我们来看一下 馆长怎么讲这个民进党 你们听了下去 那个时候是灾难 所有的服务业认为叫我们停业两个月是灾难 他说政府照顾人民 你民进党有没有良心啊 一堆人死 一堆人倒电 然后你补一 一个员工补个两万块 然后一个人头补一万块 那时候我的银行 我的银行蒸发了一亿元 蒸发了一亿 然后你说政府用实际行动照顾人民 很好啊 让我们想起了 真不应该让民进党继续执政 好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就问说绿冷会不会变成 这次选举民进党的破口 我认为是这样子 这个说除非有更大的弊案 能够揭露阻碍 民进党当时打得进步的名称 就跟他们的党名一样 可是你看这次 能源政策里面的电 台电亏损得这么厉害 如果亏损太多 老百姓要合理的话 就应该要调涨涨价 他又怕老百姓有敢 用国库来贴补 那不是挖我们自己的肉补 我们自己的洞吗 可是他一补 你没有立即 那个电价升高的压力 老百姓就被他蒙蔽 然后就被他麻痹 那就觉得就放过他 所以就这一部分结构性 民进党操控得很厉害 那一定要等弊案 台湾到民进党 弊案再出来 其实你看看他们这个东西 你电 如果该合理的涨价的时候 比如说你如果是油价涨 各种各样的成本涨 你不弄 那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不是一个合理的 一个政策应该有的东西 第二个 好 那现在问题是这个亏损 我刚刚讲如果是合理的 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应该商家 他用补来遮掩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 这个亏损是有问题的 这个亏损下面这个洞 原来是你们自己吃下 国库通你们的党库 党库通你们的新潮库 那老百姓看到什么感觉 然后在政治现金 在回馈给你们自己的政客 这样子工人挖 包工程也好 那个像前个赖金领云豹这些 老百姓看到说 我们台电为什么会亏这么多 都是被你们吃掉 那台电归谁管 经济部长 他说他没办法 现在经济部的政务次长 曾文森去兼台电董事长 兼多久了 从去年兼到现在 他在哀说 这个董事长真不好干 如果有人做我真不想来兼 因为看了未来就会亏 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是假的 他们都是一伙人 你今天过去台电 都是专业的人在搞 你今天在那边搞那么久 他薪水一个月还多了 本政务次长之外 还有十几万的薪水 为什么 自己人控制那边好办事 还在帮王美花教区说 经济部长没办法 那是假的 他们是故意没办法 纵容上下其手 曾文森你凭什么 一直在那边待那么久 搞那么久 台电员工也是真是惨 所以你从这一部分来看 好 不要说这一部分 当时号称进步的政策 你刚刚都已经看到这个资料 你这个绿电种下去 该种到你的毁掉了 该环境保护的 那个屏东石头营 我看一些资料 还有日据池袋 当时一些军营的遗迹 他们本来说认为 可以发展成文化或者观光点 结果你不但没有往正规弄 现在种电有利益 就是想尽办法就种电 然后破坏水土 当地人就歪叫 挖挖叫 那讲乐会就谦卑 谦卑 再谦卑 用这样来讽刺蔡英文的这个政策 所以你看 不但亏 而且亏的下面还是一种弊 不但是弊 更重要的是 原来以为会带来正面效应的 现在产生意想不到的 对于环境 对于水土 对文化 对古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破坏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老百姓怎么看就不舒服 可是这种东西还是不如必案 你看云豹从因为赖皮那么嚣张 什么什么讲那种什么重启 好 无意中引发这个东西 老百姓眼睛才亮 黄国商先来这个 台延 官方的国家的国器 民谷这个事故一插进去 那为什么别人不能插 都是你们绿的在那边插 像这些弊案如果继续挖下去 老百姓才会能够看清楚 才会变成破口 如果 可是更严重的是说 你等到弊案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严格讲都应该问 像屏东还是绿的执政 怎么为了重点去破坏 应该有的环境 光这个都不应该容忍 就应该变成他们的破口 我真的还是期待 如果没有再把弊案扩大的话 民进党要继续吃枪喝辣 好 来 请教淑惠 最近赖静凌终于 辞掉云豹能源 大家想说他为什么要辞掉 除了选举以外 旧选票也还有旧股价也很重要 从起个屁 8月9号之后 我们看到云豹能源的股价 一路这样下滑 不回头 真的 这条线 一字千金 最高那里就是从起个屁 8月9号一字千金 真的 所以赖静凌 赖静凌因此大概要先避风头 然后赖品鱼大概被下风口令 之前郑文贊曾经提供给我们一个数据 说没有啦台电的亏损 不是主要是在买再生能源 我们因为国际的这个煤天然气能源上涨 所以原物料价格上涨 我们是亏在这里 6000多亿都在买燃料成本 只有589亿用在再生能源 OK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民进党每一年 目前台电拿589亿 给这一些再生能源公司 我们终于知道数据是什么了 现在绿能到底这个绿 是环保绿还是民进党绿 不好说 不好说 可能要一家一家去查 可是我们知道说 现在台电每去年的再生能源发电 只有8.6%就要花589亿 如果按照蔡英文的目标 他要搞到20%的话 那他每一年台电就要搬 将近1500亿给民间这些再生能源公司 除了这些买电的价钱以外 就像吴子嘉董事长说的 有一种钱更好赚 比卖电更好赚 就是包台电的工程 包各式各样的工程 你以为云豹能源是卖电的吗 不是 他在20这个成立的那时候 第一年 他确实是卖电的 但他现在8成都变成在包工程了 他卖电已经变成是 他极少比例的一部分 所以云豹你到底是在绿能公司 还是在绿工程公司呢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还可以再去 台电一直不肯去揭露这个资料 你跟每一家绿能公司 买了多少电 然后每一家绿能公司 你的一度电是给多少钱买 每一家绿能公司你包了多少工程给他 这一些原本应该是要被立法院给监督的 但是台电不公布 台电不公布说 我跟A买了多少 就跟买疫苗一样 你每一斤疫苗 你买AZ是买多少钱 你买莫德纳是买多少钱 不公布 跟国际买不公布也算 跟国内买你也不公布 然后在讲笑说我们绿能 除了说可能会五米 五田可种以外 大概两年多前 我记得文三伯 大家记得文三伯 他是私募鱼的专家 他两年前他就跟我讲说 现在我们的淡水鱼 严重缺淡水鱼 做鱼罐头的那一些鱼 都要从东南亚进口 我说为什么 不是中南部很多鱼温吗 两年前他就告诉我说 这些鱼温全部拿去做太阳能板 然后导致国内淡水鱼的不足 他一直就说 这样下去 台湾会发生粮食问题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绿能 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 大家可能不知道 金钱的代价是最低的 你以为太阳能很环保吗 太阳能板的处理 也是一个环保问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问题 还有破坏我们的农业生态 破坏我们台湾原本的产业 还有地貌的 这些都是民进党 让台湾能源 已经走不了回头路的恶果 好 师老师 先讲农地的部分 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现在光电的租地 这一分差不多是3万左右 一甲差不多就30万 听说还有喊到40万的 可能是地比较好的那种的 我们如果说农民 因为我们加入WTO以后 然后现在水不够 所以政府农委会就鼓励休耕 休耕差不多一期 差不多是一甲是4.5万 那两期 一年两期的话是9万 你知道差之多 对不对 好 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政府这几年在鼓励青农 年轻人回去 因为我们知道 家里一般农民的土地都很少 多分 多分而已 你那个经济规模是不够 所以一定要去租 OK 那租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差不多是 一分 差不多是7千到1万 所以你去租一甲的话 差不多10万 那你10万跟人家的那个 保守光电的就是30万 你怎么租得到 所以政府是欺骗背叛这些青农 他们放弃了都会去的 回去了 然后存了多少钱 那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说 因为你那些都是被那些 光电人拿走了以后 刚才议员提到 那粮食安全呢 粮食不是说随时种 一股位 一个百项养鸡 那么快就可以出来的 如果说万一封锁的时候 黄小毅怎么进来 包括我们序幕等等都不行 所以这个国家完全 我们知道说民以死为天 农民是国家的最基本稳定的力量 他现在就是说 用绑装的这个方式就好了 OK 好 第二个就我讲一下这个所谓的 这刚才讲说 我们知道民进党 特别是这个新潮的强调 他们要社运出身 那社运就是社会关心良心 你看到其实真正的 我们看到他们做环保是刘世芳 刘世芳现在也不见 也没看到在讲什么 那其实赖基斯的小赖 他是做公运的 劳政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的台电的 这个曾文生 他爸爸就是这个 曾茂新也是公运的 那他们真的有在关心吗 所以那个小公主不知道 他爸爸是做什么出身的 很白讲 OK 好 然后接着再讲说 其实他们现在也知道 就是说把这个当做提款机 OK 所以我们知道 大概就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工程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 然后就是绑装 不管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你知道新竹那个球场 是没有能力的 OK 第二个就是说 他上面那边立委那边有人 那经济部这些 我就是你看一签就签那么久 然后那个强制收购一样 好像那个就是印新台币 不用钱的那个样子 接下来是在地方处理那个土地 他扮演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黑社会大哥的角色 去敲那些事情 那我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 好吗 我知道以前人家欧洲的那些来 要知道找哪些大哥 现在他们知道说不用 因为一全包 一条龙全包的 只要找这一家就可以 各个县市都有代理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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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